我现在什么都没有 我连个对象都没有 连个潜在对象都没有 周围全是女的 我就想找人结婚 其实我现在一点想法也没有 我想睡觉了 太晚了 12点多了 今天就到这了 也算是工作了 毕竟录了一个小视频 拜拜 创作过程中 没遇到什么困难 就是不会写呗 毕业 用写 就学霸嘛 学霸不都是这个德行吗 他在之前他很丧 觉得自己搞得不行 或者怎么样 但是他一上场就不一样了 先像你降低预期感 挖到最会儿塌 夸下 一样的活塌炸了 这多少能得玩这个路 脑瓜好使 我什么套路啊 我真的没有自信 四哥一天天就跟这边等我 我老紧张了 我感觉这个场子比较冷 我因为大家要不孝 我站在上面很尴尬 所以就很紧张 刘月琴 加油 刘月琴 加油 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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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月琴 我想结婚 每次我跟人说我想结婚 人家都特别诧异 问我为啥 为啥呢 我举个例子吧 上回路途尾塞 我来上海待了半个月 回到家之后 我一看窗台上死了三只蚊子 饿死的 那一刻我觉得我跟蚊子共情了 我觉得那个蚊子饿死之前 跟我当时脑子里的想法应该是一样的 这屋里要是能有个人该多好啊 但我找对象就比较困难 我之前一直觉得是因为我长得不好看 但我有很多男性朋友 他要跟我说不是的 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啊 我们找对象就不找好看的了 我一行那不正好轮到我了吗 我说那你能不能跟我搞对象啊 他说那我倒也不是这个意思 我说那你为啥不跟我搞对象呢 他说你看啊 你好歹是一个网红 我怕咱俩分手了 上热搜别人骂我 我说我也没有哄到能上热搜的地步吧 他说嗯 你对你自己的理解不够深刻 凭我对你的了解 这个热搜你是肯定会买的 我说那我怎么办呢 我怎么办呢 他说这么的 略形 我给你吃一个招 你呀 你就上脱口秀大会 脱口秀演员喜欢上热搜 然后呢我就来了 我行的这回我到这儿真的呀 我高低整一个对象回去 越幽默越好 那过日子多快乐呀 所以现在啊 我就看着台上这些演员 他们在台上尽情地展示着自己的幽默 虽然这是一个比赛 但是我不觉得他们想战胜我 他们就是想得到我 雪芹你一下爆了 雪芹晋急了 其实吧 你们别看我现在好像挺卑微的 我在男女关系中 也有过一些高光时刻 笑啥呀 笑脸在哪呢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 我也被人追过 那是我初中二年级的时候 在我十四岁生日的那一天 有一个男孩跟我表白了 他当时单膝跪地 捧着一束玫瑰花 对我说 李雪芹 我喜欢你 咱俩搞对象吧 那个时候我对他说出了 我这一辈子对男性说过的最硬气的一句话 我妈不让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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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十一年过去了 今天是我二十五岁的生日 真的啊 在这里 我想对十一年前 就读于辽宁省铁岭市 开远县 第八中学 八年级三班 也为姓徐的男生说一句 我妈让了 头皮疤吧 这下不能乖场子了 不怪自己吧 虽然我小的时候 我妈不让我搞对象 但她现在特别着急 因为我爸妈离婚了 我是一个单亲家庭 我妈就觉得很亏欠我 一直就希望我能 找点有个人陪着我 跟我组建一个家庭 所以我妈催婚呢 主要就是走苦情路线 姑娘啊 你看咱娘俩相依为命 这么多年了 家里呢也没个男人 过年买这些东西 咱俩一点点往上搬 妈老了 搬不动了 我当时我心里听着 那特别难受 我说妈你放心 我保证明年过年 咱家多一个男人 我妈说嗯 我相信你 果然到了第二年 我妈结婚了 那个时候吧 我就想起来 我小时候写作业呀 我妈咋教我也教不会 后来她实在看不下去了 自己把我作业给写了 过了半年之后 哎 我爸也结婚了 我就怀疑啊 我说是不是结婚 是大自然给人类家庭的KPI 每个三口之家 正常情况下 要完成两次婚姻 我爸我妈看这孩子也不争气 家里业绩完不成 哎 要不是我爸妈这么机智 真的 我家现在可能已经被大自然给淘汰了 他这个老田姐比 我觉得票肯定会非常高 对吧 其实我说这些啊 是想跟我爸妈说 这借此机会啊 我说 我爸我妈都结婚了 我真的非常的高兴 虽然他们不是跟对方结婚 但是我是真心地祝愿你们能各自幸福 至于我呢 你们就不用再操心了 都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就结婚这个事 你俩都手把手教我三遍了 我指定能学会 谢谢两家伙论识 雪芹回头看 雪芹回头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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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田 老田已经一位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 那个喜欢雪芹的观众朋友 不要忘了为他投票 我们通道还有最后三秒钟 三 二 一 请锁票 老田很自觉啊 哈哈哈哈 因为光是这儿就有20票 我看那个 天天是跟我一起拍的哈 对对对 我觉得他特别自信 我特别喜欢自信的女孩 自信也有趣 就更可爱 谢谢谢谢 非常好 你怎么会没有男朋友呢 不应该呀 你这么可爱 他们说我不够女人 哈哈哈哈 哎 其实我觉得他跟王建国挺合适的 哈哈哈哈 你不觉得吗 哎 哎 哎 他太年轻了 我这个我这个岁数已经不适合人家了 哈哈哈哈 不是我我感觉你雪芹是个特别有热情的人 我觉得王建国需要被点燃 你看你看雪芹的表情 哈哈哈哈 雪芹觉得他不够男人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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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那这些托我说也有你喜欢的类型吗 王健谷 谢谢 你跑我们这儿进货了 你参赛目的太不纯粹了 上场抄段子 这碗选男人 我特别喜欢他那个 这个节奏特别好 他很松弛 谢谢 然后我就用东北话说 可能就本身就会带一点喜感 就这个感觉 而且他的人生也确实是 而且特别点题 就很喜欢 连点个三遍 一家三周 那个前辈网红 对 非常好 非常好 对 就是上次 我记得上一场是你把它 我把雪芹复活回来 我就知道会这么好 才复活的 所以我当时一边听 一边觉得你眼光 确实不错 是吧 对 可以啊 可惜你已经结婚了 对 我是很单纯的选拖口秀演员的眼光 跟他可不一样 是是 是是 你一会可以把雪芹建国 还给我拉一个群 然后我保证这个事情可以穿 可以上热红 我特别善于搞这种事情 真的 他们俩成不成不知道 但这个热搜感觉是没问题的 你们仨在一个群 热搜预定 大家都很看好是吧 都很看好这门亲事 怎么 怎么回事 雪芹说的是纯纯的美食当口 这玩意那能不好看吗 他又灵 他又说正经玩意儿 这孩子太灵魂了 黄建国确实是我的理想性了 他又有趣 脾气又好 人又善良 还是东北人 个儿还高 这种人就是我的理想性了